下面呢我们来做第四步 我们要给money做成不同的种类 所以要新建一个sprite叫money 我写一个先比如说加500 表示你的红包中了是500块钱 我把它放大到合适的尺寸 需要显示在小老虎的右侧这个位置 那我的名称就叫做500 一会儿我需要用costume name 来作为它增加钱数具体是多少 是很重要要把这个500的这个名字取对 那如果是加1000块钱呢 我就要去1000这个名字 我们把它复制粘贴一下 确保它的大小和位置是固定的 那我让它换一个颜色 这样更可以区分一些 好了 依照相同的方法我会做出不同的重报数 那我现在把做了五种不同的money的钱数 那有五百一千一百五十和一 我们看一下costume的name 是不是检查一下 跟这个钱数是一一对应的 那来到enveloped code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change money就不是100了 而是刚刚我们产生的这个money sprite 下面这个costume的name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程序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要建立一个clone createclone 那是谁呢 是这个money的clone 然后这样子呢每次建立一个money的clone 在这里统计它的这个前数 那colone呢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模块拽进来 hide show 当程序开始的时候要hide一下 当你建立一个clone的时候 你要show一下 那我们要增加一下这个 然后它的位置 要在tiger的右侧50的这个位置 所以先go to tiger 然后motion下面 change x by 15 50让它往右侧一点点 刚好在小老虎的右侧 是一个正的值对吧 因为在右边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change这个money数了 同时要等一秒钟让它停留一会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数 然后我们选中costume name 这个是我们要改变的前数是非常重要的 change这个money by这个costume name 也就是说你这个加100的时候 它的name刚好是100 那我的money呢就要change100 那如果是50的话 加50的话 它就是50 就change50 那同时呢我要发出一个pop的声音 来到sound的里头 show的下面点击这个start sound pop 再 custom 我们要随机的选这个1到1000块钱 所以呢 next costume我repeat的时候 让它一共有五种 我repeat random number 1到5也就随机选 这个random的选择 这个 从1到1000块钱 这样子 那这样就实现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500 看看下子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我没有接到 不好意思 这个是500 这个是不同的 现在变成1000了 那它是不是不一样 我们把不需要的这个backdrops把它删掉 把这个改名叫start 因为过后还要做gameover和life-1这两个功能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evelop 这个health-1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一个live-1的这个backdrops 所以我把刚刚的那个start复制粘贴过来 把这个名称改成live-1 那我在中间写上一个 比如health-1或者life-1都是可以的 我把它放大一些 改成一个白色的效果 那这个字体呢我改成了是pixel 那你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式和颜色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呢就是live-1的样式了 那我们在evelop的code里面 那changehealth-1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backdrop改变一下 switchbackdrop to live-1就可以了 那程序结束的时候呢过一会儿我们要在这块要做一个switchbackdrop to gameover 那我要做一个gameover的样式 把它取名先叫gameover 然后把上面的live-1复制粘贴一下 粘贴到下面 选中它 copy一下然后paste一下 然后粘贴过来之后 把live-1的字改成gameover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换成不同的颜色 把它拖到中间的位置 好了 那我们在code里面 evelop下面 当我们这个health-1-1 结束游戏之前 switchbackdrop就是gameover了 那我们在程序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把我们的backdrop跟switch回去 变成那个start那个backdrop 所以在程序一开始的时候变成start 现在试一下 那你看前述是相应的有所增加 如果没有接住的话呢 是live-1 那实际三条命的时候 这个程序结束叫gameover 那我们在三个地方改变了backdrop 程序一开始是start live-1是live-1的backdrop 游戏结束的时候是gameover的backdrop 这样呢我们基本上游戏的主要功能就做好了 最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下 这个相当于是你接到了一定的前数的一个赢得游戏的这样一个显示 那我把forever换成repeatuntil 我记得我做的是money大于5000块钱 所以呢在money大于5000块钱的时候 红包就不需要再掉落下来了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4999 都是可以的 那还一个地方呢要改成money大于5000 也就是说这个前述这个money下面 前述change完之后呢 然后在deleteclone之前 如果我的这个money数也大于5000呢 我需要相应的展示一个新的spread 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你赢得了游戏这样子的效果 那variably找到money 如果它大于5000呢 我们就要显示一个新的spread 那我需要用到broadcast这个功能 把它传递到新的spread 我先把spread花好 我paint了一个新的spread 比如叫做bigpresent 但你可以取别的名字 然后我做一个好看的背景 我会成bugdrop掉那个紫色的桃心 我把它复制过来 选择一下 然后copy 复制一下 然后再粘贴过来 你这有点没有copy上 再试一次 好 这样就对了 把它过会挪到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把之前backdrop给它去掉 好 然后呢我要在中间写上名字 不好意思我把它挪到中间的位置 刚刚有点偏 好 然后呢我在中间要写上 那个 Happy New Year You got five thousand dollars 先把字敲进来 过会儿呢我们改变一下颜色就可以了 这呢就表示你赢得了游戏 我们把它的大小改变一下 然后改变一下它的颜色把它放到中间的位置 那我点击这个选中呢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坚变色的效果 如果是T的话就没法做成坚变色的效果 选上你喜欢的两种颜色 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saturation 让它不要太亮 好了 然后呢我们让它做一个闪烁的效果 让它 背景先来到00的位置 因为刚刚没有太对齐 Forever的Looks里头 转换它的color Effect by 25就可以了 那这样太快了 我们要等待一小段时间 比如说我wait可以是0.2秒这个样子 那这样呢就做好了一个闪烁的效果 那其实呢它是点是 这样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其实呢不是当我们的程序一开始的时候是 显示这个图啊 而是当我们broadcast那个big present message的时候在做它 所以呢 为绿色小橘子click的时候呢 我们让它hide一下 然后当我收到了那个message的时候再让它show一下 点击这个control下面 send a message sorry是event下面 我们new一个message 叫big present 然后我们回到刚刚那个money下面 当它大于5000的时候 broadcast的一个这个message 就我们说的要用broadcast的功能 最后我们看一下程序运行的效果 如果没有接到红包就会live-1 如果接到了红包 会增加相应的钱数 三次没有接到红包会显示game over 那再来看一下最后赢得大奖 把money初始化成4500块钱 当接到了5000块钱的时候 就会显示我们刚刚做的这个big present这个图样了 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